男言斋总裁陆老板 而近日杀青的耶尔也同样被围观群众称为智能合影落下 至此举程欢庆之日 主创人员也纷纷发来了贺电表示 老板终于能结果了 场面温馨感人一度失控 该第一次从来以来受到了广大创众们热烈围观 相关话题多次霸绑微博热搜 各界大V好评不断 仅主演定装照公布 就获得了共计4567,737次的转发大高 围观群众赞不绝口 筹备一时 历时885天 拍摄周期长达158天 近900人曾在该剧组搬砖 为聚集的建设天砖加瓦 近南岩斋一处场景搭建 就耗费2万公尺 在这座南岩斋园林中 曾举办以传承经典为名的发布会 发布会现场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整座园林熠熠生辉 全是干兵 园中水墓上 南岩斋毕露的手指片花若隐若现 谋杀飞龄无数 众多云围观群众纷纷纷表示 酷炫 走心 美 南岩斋毕露剧组在片场时 气氛和谐融洽 严肃活泼 演职人员尽心尽力 爱岗敬业 据不完全统计 拍摄期间 全组演职人员秉持着敬业精神 在走戏 试戏配戏时 吃掉道具 折合人民币 共计23333元 刘亦飞为角色换装8254 景博然要求导演 再多拍一条4194 赵立新被请教讲戏829次 魏大勋无辜脸憨笑412次 刘敏涛入戏太深 难以自拔110次 今号骚扰道具206次 张涵愿恶意卖盲409次 魏师任贯彻 获取云第几个同事 叫魏大精神 该主创雷园 进行了非正式智北交流上千次 在友好严肃活泼紧张的会议氛围中 一次次打磨剧本台词 交流表演心得 全组上下无一不沉浸在 不丰膜不成活的 魏戏痴狂气氛 自开机以来 全组共拍摄3257场戏 其中大戏295场 水下拍摄8小时 演员调威亚超70小时 最长拍摄工时长超过21小时 用心程度可见以外 同时 南岩斋笔入的顺理杀青 也离不开幕后工作人员的心情汗水 剧组所制服装超4000件 道具千余件 除南岩斋园林外 局部场景搭建千余个 总制性面积超过10万平米 以上就是本次南岩斋新闻的 全部内容 进行期待电视剧 南岩斋笔入的更多精彩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 有没有看缘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